因為我們要把就是男性的生殖器 就稍微隱藏起來 所以我們需要稍微幫那邊處理一下 欸 甘露現在怎麼樣 我知道了 你發現新世界是不是 Galina Galina 怎麼樣 她說Galina得會前進 你來跳下去 你都變妝幾年 為什麼你給別人畫都像Baby Queen 來自台灣的變妝皇后妮菲亞 在魯寶羅變妝皇后 才有奪下第16季的後患 在比賽中 她多次將台灣元素融入自己的變妝當中 例如香蕉 歌仔戲 水秀 珍珠奶茶 而她所帶領的豐家 也成為了第一組進入總統府表演的變妝皇后家族 而魯寶羅變妝皇后秀 是美國的真人實境競賽節目 比賽項目有 服裝設計 喜劇 名人模仿 對嘴等等 是將變妝文化推向主流市場的重要推手 本次的企劃 我們要到國際變妝藝術節的後台 給妮菲亞一個驚喜 所以 我們找來妮菲亞的女兒漢娜 協助蓋瑞成為豐家的女兒 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綠色的那一個 沒有啦 你叫什麼 我叫漢娜大家好 漢娜妳好 為什麼妳可以去總統府裡面 就是第一個關係就是 我跟妳乘流量 所以 所以妳一開始就罵說我要加入 我要加入這樣 拜託拜託我去 沒有啦 我們是同一個家族的 然後妳說她是妳媽媽 對 變妝紅後的家族就是 比較有經驗的會收一些女兒 然後指導她們在變妝上面的專業啊 技術這些的 因為我一直看到那個新聞 還有那個直播有提到什麼 瘋家 所以你們就是叫瘋家嗎 對 就是因為妮菲亞 她的全名叫做 妮菲亞wind 可是因為那個中文就是 很高深嘛 她會改成 你們也可以叫一陣瘋家 對啊 她就想說她變成瘋狂的瘋 就讓她就是表演起來 也是瘋瘋點點 所以她的家族就叫瘋家 對 在開始變妝前 當然要取個皇后的名字 那現在Gary要變妝 她是不是也 據說也要取個名字 對 因為我們要就是 這是最重要的嗎 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跟我們原本的身份 有點區隔 才會可以製作到另外一個角色的感覺 對 雖然說我本人落差沒有太大 那你Hanna這個名字是怎麼樣 是從你原本的名字來的嗎 對 因為我本來我的最後一個字是Han 然後又會是Han 然後再倒過來Nah 就是Hanna這樣子 我覺得好有意見 那Gary怎麼辦啊想一下 不然我們就是 你是變副長 那我們可以走一個畫範圍剪 你說變Gay嗎 就Gay 把Hanna叫Gay 有哪一個變妝皇后的名字 叫做Gay啊 畫範圍剪嗎不然怎麼辦 不是還蠻好的 Garriya之類的 Garriya Garina Garena 你為什麼有西班牙的 Galena 好難唸 Galena嗎 好欸好像不錯 我覺得Galena不錯 Galena 我戴戰 對啊 戴戰最好 成為變裝皇后的第一步 絕對是要會踩刀跟鞋的吧 不管你穿什麼衣服 不管你是穿什麼樣的鞋子 就是要有一種 有人在頭上拉一條線這樣 整個抬起來 然後核心要穩定 核心穩定之餘呢 骨盆要甩 骨盆要甩 沒錯 我們就是要有一種就是 甩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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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然後再走 甩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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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請問一下 做神經痛可以做電視嗎 那我覺得還是先穩定住核心就好 沒有 現在有點重骨盆 真的假的 真的 骨盆 欸 你是在故意搞笑嗎 沒有啦 你是在故意搞笑嗎 你不是要 可是好像蠻有韻律的 蠻有韻律嗎 對啊 不是要 我覺得好像很韻律 不知不覺被你影響了 這樣 這樣子嗎 你不要抄襲我的肉 不知不覺被你影響了 如果我家境饒舌的 邊走邊饒 搞不好我可以耶 Everybody on my way Bitch you know I can't who win 饒舌歌手 Show me 我們身體就是會有一些男性的生殖器 我們就是 所以通常會有複數的 一組然後兩樣單品 然後有一個單品有兩個 你說類似像這個單品嗎 欸 對 哪來的 你知道它其實真正的用途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還是什麼 練臂力的嗎 對啊 是這樣的 這是彈力神喔 對啊 就是彈力神 你這樣在拉一拉 這個胸罩會穿不下 對啊 好像有一個重要的名字叫Tuck吧 對 因為我們要把就是男性的生殖器 就稍微隱藏起來 所以我們需要稍微幫那邊處理一下 畢竟我們不要做永久性的事情 我們就做暫時性的事情 你嚇到了嗎 原理就是呢 我們要物歸原處 不知道男性朋友知不知道 就搞完在三歲之前 是在你的腹腔的 女性呢 就一直在裡面就變軟巢喔 它是相對應的器官 那它掉下來 還可以再放回去 對 就是因為三歲來最好大聲 是假的啦 所以是陰狼還在原地 只是把搞完往上擠 對 就把它這樣子 搞完是可以這樣子 欸 我跟你講 不會有人可以仔細觀察 冬天寒流來的時候 它都會往上擠 對 就差不多那個位置 往那擠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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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到腹腔 然後就剩下 它現在就在腹腔裡面嘛 然後就剩下那個海綿體的那一支 然後我們就把它往後 這個如果在沒有站起來的狀態下 應該是不會痛 對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那個蛋蛋應該會很痛 所以問題不舒服到點會出在蛋蛋那個 主要是 就它悶在你的腹腔那邊 然後這樣子之後呢 就是有些人就會 穿那個芭蕾舞男舞者那種Support 那種丁字褲 然後就可以直接可以放住了 然後再極端一點的會黏膠袋 然後下面就會變得很平整 所以我們的Galry等一下要來示範一下 真的要這樣嗎 你試試看 如果你真的覺得放不進去那算了 但是我覺得要嘗試一下 欸 該路現在怎麼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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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確定它放的位置在哪裡 但你有感覺到真的有往上移動嗎 你蛋蛋本來就可以一直上下移動 啊看 我知道了 是嗎 你發現新世界是不是 我好像知道了 你可以 我覺得我找到那個位置 那會痛嗎 不會 就是悶悶的啊 你的皮裡面現在是空的嗎 對啊 你要目目看嗎 肌不可食 這後面是我們待會要穿的衣服 對啊 就揭露咧這樣 那為什麼選這一套啊 我想說Nifia這麼愛黃色跟香蕉 所以我就想說 這香蕉香得最明確 問一下脆架的衣服是你去跟Nifia借的 還是你自己做的 嗯 對 這是我做的 自己做的 據說很多Dry Queen 他們都是自己做衣服 對 喔 對 我們家也除了風風店店以外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我們大部分衣服都自己做 可是 可是如果Dry Queen 他真的不會自己做衣服也可以嗎 其實也沒關係 就是看那個Dry Queen他的主張什麼 因為有人會覺得 我要對抗資本主義 所以這一切就要自己 自己弄這樣 那我可以花錢請別人幫我弄嗎 可以 也是有這樣的 對 它會變成一個產業鏈 那現在Dry Queen 現在要開始變妝 那這個過程大概 它從零到弄好 大概它花多久 花多久 也就是兩三個小時 或如果假如是新手的話 可能會要三個小時四個小時這種 這是什麼我沒看過 這是口紅膠 這是文具的口紅膠嗎 對 我跟你們說 因為文具是給很多小朋友用的 所以它通常是最無毒最安全的 美妝封起來是 男生帥就帥在有這個T的骨骼 T字不會嗎 對 T的骨骼 然後女生會漂亮就是有U 就是有這個U的線條 我們變妝重點就是要去除T製造U 你的變妝皇后的多久啦 我大概是2020年左右 對 以台灣的變妝皇后界來說算早嗎 算中間 台灣大概有幾個時期有皇后 然後像Ninfia 然後有蘭達 薔薇 他們就是再早一點點的 他們大概是17年18年 當初為什麼就出 我其實因為那時候是 我出國念碩士 然後回來台灣之後 我不知道人生要幹嘛 你念什麼碩士啊 我念表演創作 但是因為台灣的創作 藝術館進版本就不好了 應該沒有說不好了 就是你要很積極的爭取 很用力 才去仰謀自己 對 因為那時候 我有學到一個東西叫做 計畫式導向的作品 就是你做一個計畫 時間是長的 然後你可以把它 視為一種作品 所以我當時就做 皇后養成日記 我身為一個gay 然後現在在台灣 變妝好像又 開始很多人在做 那如果我要變成皇后 我要做哪些事這樣 拍照啊 做成那個 做成書 作品集的感覺 對對對 然後還拿去賣 然後銷售一空 銷售一空 跟分享著與妮菲亞相遇的故事 朋友有人知道 我開始有在做 就試試看變裝之後 他們就說 欸我們也認識一個前 就是也做滿久的 做一陣子你想不想要認識 他講的就是妮菲亞 然後我就跟妮菲亞就是相認 我們就握手 就說揪樣了 然後就把他劈倒嗎 沒有 就過去踹他的高中鞋 然後就問我說 那我對於去夜店表演有沒有興趣 然後就算是正式加入他的家族 那請問四年過去了 現在你是主業式變裝好後嗎 其實因為我本業就是自由業了 所以我其實一直不敢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頻率多高 或是收入百分之多少 是靠變裝才能說是正職 是全職變裝 我覺得這很難定義 這個滿專業變裝好後 我是可以就是靠這裡演出 或是靠這裡表演來養活動 我覺得現在如果已經做了 兩三年以上的是有機會的 所以新興的人 新的可能就比較辛苦一點 你說我嗎 你可以走到第二個方向 老舌的變裝好 Everybody on my way 我們重新定義眉骨在這裡 然後打亮 就是一個超級強大的對比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假雙眼皮 然後下面亮到一個不行的 就是叫Chris 就是把眼皮的那個位置這樣子做出來 對抗地心引路 然後就整個就是這樣子 山丘立體肝 就是把一些都要自己吃 就是變成紅紅的 我緊實 幫我笑好不好 好 放鬆 小屁喔 沒有啊 好難相處 對啊 最性好差 太好笑了 以這個Jay Queen妝來說 你覺得最難的是哪部分 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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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是塗喉嗎 對 可是因為我們都還是有畫超過 所以這個大小怎樣符合人的比例 到現在我都還是 我自己的我都還是有時候掌握不好 上看 不舒服嗎 羊 羊 好 欸 手法很專業喔 緊張嗎 好了 完成啦 怎麼那麼突然啊 哇 現在是什麼狀況 我們要把它封臀 它叫臀墊 可是以前 現在比較還好的 以前會比較過分 你要打尾娘臀墊 現在可以尾娘可以拿掉 對 現在可以不用打尾娘 你現在有穿嗎 有 而且我是穿兩件 一定都會有 我可以摸嗎 對 我可以 這邊都講 真的耶 後面也有 真的耶 因為老師打屁股的時候 不會痛那一層 然後再穿一層 有兩層啊 其實會穿上三 四層 然後穿那麼多層 但是為了修飾線條 就男生肌肉比較明顯 以及我們家這個臀墊 真的滑滑的感覺 對 但我想說今天為了 因為女人要工作一整天 我怕完整體會變裝好後 你會重新很恨我們 所以就兩層 然後再加一個小 像這種小網襪就好了 我們要穿上迷網 迷網 我們再把迷網套上 迷網妹 對 這個是專有名詞真的叫迷網嗎 還是這個牌子 這個牌子就叫迷網 你們射身第一的耶 究竟Galina 能不能成為封家的女兒呢 哇 我們今天的兩個小時 相信妳怎麼樣 我現在就是覺得很緊張 我感覺到就是 妳想哭是不是 這隻小孩出生的那種感覺 我們家有女出長廠 介紹我們封家的新生女 哈囉 Ga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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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怎麼樣 他等不住就走進去看耶 他想知道到底發生什麼 他很像那個 你們知道以前有個神話故事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什麼 水仙 水仙 對 然後不知道自己長怎樣 然後倒到水後 哇 看自己看他那麼明明 那你不要再前進耶 不行 你不要再去 怎麼樣 怎麼樣 我看完之後 我覺得我很像什麼RDB 這次完全就設計好了 你就是一個香蕉的一身 青色的香蕉 然後黃色的香蕉 即將要成熟了 然後這裡面是青色的香蕉 對 欠教育 而為了要和尼菲亞見面 Galina正在努力練習 哈囉Ninfia 我是Galina 我們現在去進到這個場地 財培International Drive 這是它的簡稱嗎 就Werk 它就是這個組織 Werk Werk 對一個比較gay的發音 Werk Werk bitch 好 聽說今年是第二屆 對 今年是第二屆 對 今年是第二屆 那你去年有來嗎 我去年有 你去年有表演嗎 我去年有表演 今年怎麼樣 今年因為我安排別的工作了 我沒有工作了 你在酸什麼 要敲 我要敲半年前敲 好嗎 我們一群人來到 變裝藝術節的現場 女兒終於要和媽媽見面了 很小心 你很像那個 我保護身體那樣 那個我今天收了一個女兒 所以妳有孫女了 因為她穿了妳的服裝 現在她一定會先 怎樣看到妳 來來來來來來 到底冠軍媽媽 會收這個半途出家的瘦妹子 當瘋家的女兒嗎 哇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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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盡力了 我們盡力了 請媽媽指教 今天你最厲害的地方 真的是 起床 知道你今天要做這件事 然後卻還是投入了這件事 然後你完完全全就是把自己交出去 就是我也是有醜過 變妝很美的地方 不是在於你可以多漂亮 雖然妝還不是很完整 但是還是願意踏出家門 然後展現自己 我覺得其實變妝最美的 所以我覺得 希望妳有感受到那種勇氣 因為我覺得就是看了妳 我覺得就是有點flashback 就是當初變妝的時候 看到最初的 雖然沒有那麼糟 但是就是 就是 就是有種覺得 哇 真的是baby queen 你都變妝幾年 為什麼你給別人畫都像baby queen 那請問我家有機會加入你們封駕嗎 沒有 Galibia Tucci 身為冠軍媽媽的女兒 Hanna要來分享妮菲亞的玉女心經 就是我覺得妮菲亞很常會的那種回馬槍 出發前有時候都不太說什麼 然後是事後會突然講說 你嘴唇好像畫歪了 你嘴唇好像畫歪了 我們就已經結束了 對啊 她屬於放山雞型的媽媽 就滿好讓我們自己成長 沒有啦 應該說我的角色就是提點一些他們的 不管是人生狀態啊 或是 這個都要 對黃 因為你有時候看表演真的就看得出來 有些人就是 還在害怕點什麼 就是你看得出她心中還是有點 有些東西可能在經歷 然後沒有放下 然後就會特別提出來 然後Hanna就是我身為媽媽的這幾年來 就是唯一一個就是 儘管再多她還是都會 做自己 那你偷偷老實講 在進總統府表演前 你有最擔心哪位女兒會出突發狀況嗎 看來就是綠色的那個了 那一天你的女兒們這樣的表現 你算滿意嗎 滿意嗎 很滿意 很滿意 但是就是 還好出錯人都在醉邊邊 然後有人 真的他媽的氣死我了 我們在樓梯上拍照的位置都有彩拍 拍照當天 我直接走到 她給我走到旁邊 我想說 沒有關係 她照天前 因為最終那個誰 如果有發的照片 只有看到她的角沒有她 沒有我 他媽還是有拍給我在那個蘭花上面 沒有啦 就是今天可以帶楓家女兒 就是也走到今天這一步 然後就是到了總統府 就是到了 總統府 總統府 就是居然可以就是跟我們的楓家一起 然後就是把彩虹帶進總統府 我覺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最後 關心社會議題的妮菲亞 也跟我們分享了她對時事的看法 我覺得台灣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很小 可以感受到那個同溫層的距離 就是真的很近 可以感受到那個集結力量 去為民主奮戰這種感覺 台灣的民主 真的還是要持續的奮戰 因為她其實得來不易 可以感受到這個民主 是真的需要去捍衛的 今天很重要就是要站出來 因為其實政治真的離你很近 然後真的會攸關你所有的生活 一轉眼 她就會改變你的生活 身為這個小島的公民 就是要站出來 然後捍衛前輩奮而來的東西 經過一整天的病狀 Galina也有所感觸 怎麼樣今天一整天這樣 我覺得變窗皇后真的很辛苦 我光剛剛正在裡面 然後訪問Ninfia 然後這樣站個十幾分鐘 我腳就痛到爛 我剛剛走出來的時候 我整個是狗狗欣欣 對啊 Galina也是這樣走路 他是這樣 太痛了 而且我們今天這樣停下來 就覺得 皇后真的還會會好多事情 你在初期 你還沒有一個團隊的時候 你什麼都要自己來 你要打理自己的裝 法 服 然後什麼交通 然後也要社交 你也要認識人 你要人脈有管道 然後就是 他基本上是要一個完全型態 對 才能自己做出這種表演 我覺得他們可以自己 來做這個頻道的產業 他們每個人是一人公司 對對對 就是我就是佩服 感謝你今天 剛剛Ninfia的那陣炮火 有沒有影響到你心情 我還好嗎 平常都是這樣嗎 偶爾會這樣子 有時候他會長更狠 今天我可以打幾分 我覺得你就是一百分啊 這麼好 這麼高的情況 滿分是兩千五 對啊 但我還是給Hannah 69分 馬上是98喔 而且我也翻譯一下 Ninfia所謂的那個就是 勇氣百分 就是意思不是說 那個無關於看才好與壞 這是一個行動 就是我們怎麼做變裝 這件事情 只要喜歡自己的樣子 結論 近期的台灣變裝界 因為尼菲亞打開國際視野 但其實一路上 已經有許多台灣皇后 不斷努力 而我們訪問過的Yolanda 近期也在曼谷變裝藝術節 奪得後冠 是第二位得到 國際榮耀的台灣皇后 未來 各位在各大表演場 看到皇后表演 請大方的給出 你的小飛支持吧 哈哈台在死不遇 全世界不論性別 多要變裝一次 體驗自己流動的美 嗨 My ha ha baby fans 訂閱了嗎 還沒 OK How dare you 去訂閱 哈哈 太 Original 地方 好 那麼 K